因為剛剛鴨肉裡面的小米 比較綿密 但這個是吃得出米飯感的 我喜歡這個 我很喜歡這個 這是真的 純小姐 很好吃 它這個是什麼 它這個是吉拉夫 它其實是台灣族的一個美食 他們大的慶典的時候 都會吃那個 它是有點像台灣的肉粽嗎 對 有點像 但是料是完全不一樣 今天的是小米的 真的很像肉粽 對 但是比肉粽 我覺得它 因為它很低卡 它可以直接吃這個 裡面的嫩葉對不對 那個叫甲酸醬 那是可以吃的 不用害怕 沒有 是要拍妳 我就直接先來吃 好香喔 好吃 好吃 妳這個肉是有先醃嗎 它其實也沒有 它就是用原來的 就是有鹽巴 一點點的醬油而已 就像醃豬肉那樣 對 所以因為原住民 他們其實吃得很簡單 大部分都吃原食物比較多 原食物 有驚喜的這個 對 這很好吃 很好吃 有個芋頭的也是很好吃 但是沒有 賣完的 是 不是才剛開嗎 我們 我們那個常常被訂光 好可怕 又像洞 好吃 而且這個非常低卡 而且它的小米跟剛剛 鴨肉裡面的小米 不一樣 頭感不太一樣 而且它配外面那個葉子好搭 對啊 因為剛剛鴨肉裡面的小米 比較綿密 但這個是吃得出米飯感 對 我喜歡這個 我也喜歡這個 這是真的純小點 好好吃喔 我覺得金拉夫就是 它的味道非常的夠 然後因為我剛剛其實說實在的 這個裡面的小米 我那個口感我比較沒那麼喜歡 而且它比較淡 好像在吃西飯類的還是什麼的 糯米粥 但它這個是吃得出一顆一顆的感覺 原始的小米 而且它的豬肉腌的味道剛剛好 然後呢 你如果單吃它豬肉真的會有點鹹 可是我覺得它配外面的那個小米 是超級搭 而且它那個葉子 跟那個葉子 我第一次吃到它 我覺得它整體配起來超搭 第一次吃到 第一次吃到 因為你想像就是台灣肉粽的那種味道 它又比台灣肉粽又更融合 對 然後所有的味道又更協調 我覺得它外面那個葉子真的很佳 而且我喜歡它這種小米 是黏硬度剛剛好的 對 也不會太濕 也不會太粒粒分 老闆 你說外面這個葉子叫什麼 外面這個叫甲酸漿 台灣族的發音叫 Laviru Laviru 對 甲酸漿 那你是台灣族 我是客家族 跟他爸爸一樣 所以老闆你聲音是喝酒喝太多 是的 不要 不會 你們打力會帶這個充滿嗎 會 打力就是帶這個 你就放在什麼包裡面 當然 那怎麼熱 不夠熱 對啊 你的體溫它不會讓它變 我沒有加強 對不對 你們是先弄手 然後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下去打獵 但是不容易壞 那這個可以吸引獵物來吃嗎 這是給它吃的 可是這這麼香獵物 應該會來飛槍吧 獵物裡很遠 你要涉獵物 你怎麼會給牠吃飯呢 沒有 牠就會聞到這樣 對啊 就鹽肉絲一閃快 然後這樣放 這個你要留著 你現在記住回家的路 是不是 這有偏動什麼 很香 可是這有點酒精吧 這哪裡有 這個很好吃 這真的好吃 你要拿一個 我等一下要帶回家 而且我不要別的妖精 因為其實這吃完 應該非常的飽 會 很飽 耐很耐飽 你怎麼可能還塞得下衣服 他說他想要再吃一個 因為我不可能帶回家 可是待會兒這樣在蒸 為什麼你鹽肉給掛這樣很帥 很油 你真的很愛自己的路 入口即化對不對 這真的很好吃 它不是很好吃 妳的那個米都沒有淹過嗎 它就沒有 它就蒸米 沒有 完全沒有 是不是蒸米這樣子 我當時要學著 當時我喝到十八杯米酒 才學得到 為什麼要喝到十八杯 去學 因為我去跟一個 我的員工的媽媽 然後媽媽就說 好…來 你今天先休息 明天我們再包 我就說好 一早起來 我就看到樓下一桌 全部村莊的台灣族的媽媽們 她就說 姨娜 過來… 一人敬一杯 敬完一杯 我們就教你 一人敬一杯 十八杯 好適合我的地方 我們要去選擠拿步 然後… 呢… 這幾天… 我聽說… 是… 你修圓的家人… 呢… 呢… 便船 你…